複蔑的方式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愿意见到 好 我向朱主席致歉 应该是四月份的大部分民调跟五月份的民调 蓝白锅三方协商就在争吵民调过程中不欢而散 但现在战火持续延烧 跟五月份的民调 对不起 这个不会有结果的 国办发言人黄世兄激怒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时 国民党发言人杨志瑜上前想拿麦克风 却遭到黄世兄拦住 甚至紧抓杨志瑜的手 让他现场大呼不要碰我 事后杨志瑜在个人IG发文痛批 我真的很气 没格调又乱抓人 还PO出洗手的动态 强调被抓手真的很反感 恶心了一整晚 而黄世兄则是私讯杨志瑜反呛 这位大姐画面上明显是你手伸进来眼 我觉得很不舒服 请不要公然骚扰男生 随后黄世兄又在反击 强调有影片有真相 国民党发言人兼不分区立委候选人 就是这种色狼水准 而杨志瑜再反即强调会谈中 上前希望黄世兄不要再做不实的指控 他顺手抓住并紧握我的手 不让我移动 我尽量伸出另一只手 想要推开他 大声质责他不要碰我后 他才放开手 面对指控黄世兄的电话没接没回应 蓝白撕破脸分手 但幕僚间怒气未消 持续开战场护杠 暂时黄炎姐仍不太比特劳道